驚喜唐可靜 B M E P 邀您共賞 醫師好辣 来 我们看第二项 隐藏体内的疾病史 健康不知不觉受威胁 我们有一个在我们在居家访试 照顾个患者一个阿姨 大概六十多岁阿姨 她的状况是这样 她这几年来的 失智的情况很严重 她一开始的时候 就本来其实个性还OK 突然变得很容易暴躁 很容易生气 然后对家人大小声 那有时候一出门 一出门好久都没有回家 发现是在外面 跟莫斯人吵架 在路上跟莫斯人讲话 那家人就觉得不对劲 赶快带去给医生看 那陈医内科医师就诊断 诊断发现说 这应该是一个失智症的问题 就跟她家人说 我们赶快用药物来做个控制 可是状况实在是下坡走得很快 她开始个性 个性比较容易暴躁之后 开始会骂人 像她先生最痛苦 其实先生娶 跟她结婚大概已经有三四十年了 一辈子都温柔婉怨的太太 开始会骂她三字经 四字经 五字经 真的非常不能接受 个性就变这样 对 没办法 然后开始又再变 突然有一阵子开始 就因为这样子 整个身体就衰弱 虚弱 然后就感染就住院 那住院之后 就因为她还是不吃不喝 就有一个鼻尾管就放的 就带回家 现在在居家照顾 那她现在其实也不骂人 每个阶段一直在 现在就躺在那边 就默默的 就也不讲话 不骂人 不理会人 可是你就必须要靠鼻尾管管管室 那我就跟她先生常聊 我们去帮她做鼻尾管 鼻尾管更换的时候 就聊天说 她以前年轻的时候 那高血她不爱吃药 所以她就是有尽量在控制 可是有一搭没一搭控制 也算有吃药 可是没有控制得很好 比较大的问题是说 她进入更年期之后 一个很严重的 每天一天睡不着 两天睡不着 一个礼拜睡不着 有时候一整个礼拜 完全都没有睡觉 一拖拖了十年的失眠 那她有找医生 医生给她要 可是她说她吃了药之后 隔天就什么精神不好什么的 她又不喜欢吃药 就是忍受了这个失眠 那会不会是这个原因呢 其实这个原因真的是 在某些情况下是可成立的 因为我们其实我们都知道 失智症的原因很多 它多基因的问题 有家族性 有基因 那还有什么问题 我们医生都讲说 你要预防失智 你要把三高控制好 血压 血糖 糖尿 血压 血糖 胆固存 一定要控制好 还有一个重点就是失眠 我们发现说 其实失智的患者在之前 失智之前 都常会经历这个 失眠的一个症状 尤其是很严重的失眠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 因为人在睡觉的时候 我们的脑机随意 有一个研究 它就好像在帮我们扩清 或是排掉我们脑里面的 一些毒素 所以有一个短期的研究 它只是短期 让你睡不好而已 你脑子里面一些 会所谓的制湿制的蛋白 我们叫做 或者是一些淘蛋白 就会明显地增加 所以 所以女人真的很辛苦 到更年期 我现在就有一点点 在这个期间 就是有一点点 会失眠吗 会 就是会不舒服 但是当然医生 有开药给我吃 我就不睡 是太痛苦的一件事情 非常很累 对 很多人问说 那医生你们讲到这边 你们又常讲说什么 你们安眠药 症气药 吃多了也会失智 所以就觉得你们医生 才很矛盾 又要我们要控制 又要我们说 说那个药好像吃多了 可能会认知功能下降什么的 所以我就要讲说 其实应该说 你可以把你的问题 要去找去就诊 医生跟你讨论 我们有其他药物可以用 我们有单纯引导入睡的 我们甚至有一些 一些像退黑激素 或有人是利用 抗补食安 就是那种吃鼻过敏的药 他会想睡觉 让你睡好一点 那不然你会先痛苦在前面 你想 半夜两点起来 三点起来 你一个人坐在那边 你很 一下子就发疯 忧郁症都来了 对 真的 我来这拍面都睡不着 坐在那边 看着灯光 开始 我爸爸在那边睡 都一直说 对啊 我就起到我都睡不着了 我就跟爸爸起来 我爸爸 你能让我先睡 因为你一直说 我睡不着了 我爸爸说 好啊 十九八 你又又睡了 你又睡了 大家都睡了 好睡都是这样 很有福报 是 我是今年就是五月的时候 摸到我的右边乳房 有一个肿瘤 对 而且是很明显 跟左边不一样 但其实我一开始发现的时候 我并没有很积极 想要说立刻去做检查 我想说等放假的时候再去 可是因为我的外婆 就是乳癌过世的 所以我妈妈就非常的紧张 就帮我安排做检查 就一检查超音波一照 然后切片一座 已经是 对 然后就赶快转到大医院 然后中间也做了很多检查 全身性的检查 有点拖到时间 因为毕竟大医院真的很难挂 然后一直到九月 今年九月的时候 我就做了全乳切除 那其实一开始医生有跟我建议说 其实我可以做 但是因为其实我们家跟癌症 真的非常的有渊源 因为除了我外婆是乳癌之外 我的外公他是 所以我那时候讲说干脆我就全乳切除 一劳永逸 就全部切掉 完全是安杰丽娜求力的概念 对 我就把它切掉 然后后来后续我十月份开始做第一次化疗 我这礼拜初才刚做完第三次 我今天有带一些就是我化疗的那一些照片这样子 对 那目前到现在我觉得我算蛮幸运的 化疗副作用 最大就是掉头发 我的头发就是 剃发了 现在目前大概已经掉了大概有八十九十%了 所以我大概就全部剃掉 因为每天那边扫地真的很麻烦 然后过来就是我的指甲变黑 所以我算蛮幸运 我只有这两个副作用 后面人家说的呕吐啊 就是不舒服 目前我都还没有出现 那我觉得就是生病到现在 最重要是心态 我觉得我很感谢就是我的家人 我的朋友给我很大的就是支持关怀 那我觉得每天都像女王一样过得心情很好 然后就是 然后吃好的食物 圆形的食物这样子 我是觉得这样就可以好好的面对接下来的化疗 很棒耶 心情很重要 很重要 我以前右边检查的时候 就是有一点点那个乳房 本来不知道它是什么 很紧张 以为是有什么问题 结果就还好是良性的 就是大概一点一点 大概七个点这样子 一咪咪而已 很紧张耶 所以要检查 随着年龄增长 也要常常做身体检查 是 对不对 舒逸先生也要常常做 因为你除了防这个 你可能还防别的 对 因为它有可能会转 因为你刚刚家族死这么多 这么多 你很难去掌控了 对 所以你现在固定每一年还是每半年 就是 每半年了 半年 对 一般现在一个文献显示就是说 家族有人得乳癌的这种几率 几率的话 那你自己得的几率会多高 一般有一个文献是写说 其中一个亲属得 就多7% 风险值 那比如说你有两个亲戚 跟你有血亲得 你就变13点多 就14 有三个亲戚得 那就变到21% 也就是说你家人越多 跟你有血亲的亲戚得到 比如说一乳癌来讲 那你得到乳癌的几率 就会越高 那另外一个 特别要注意的就是说 有哪些有家族死的人 你也要很关心自己有乳癌 相关的一个疾病 第一个就是 你曾经有一个亲戚是 三十五岁以前得到乳癌 或你有一个亲戚是 双侧乳癌的 更重要的一点 就是我刚才提的 你家族里面有三个人以上 得过乳癌 这叫强烈家族死 这种无论你乳旁 有没有什么奇奇怪怪的现象 请你三十岁之后 就要乖乖的去做乳癌的一个筛检 像刚才瓜哥有提出一个 很大的重点 就是说请叔叔也要注意其他疾病 因为乳癌这个 他有一些共病经历 就是说当你有得过乳癌的时候 其实卵巢癌 子宫颈癌 然后大肠癌 胰脏癌 色护腺癌 这些都会比较增加 一个四十岁的一个女性 她呢 就是因为她的阿嬷 有得到那个乳癌的病死 然后她自己的妈妈也得乳癌 也就是说 所以她从那时候就很认真的 在追踪自己乳房的一个状况 那在我这边追踪了 大概差不多快十年 结果有一次来 她跟我讲她变胖了 她觉得她肚子突然间变胖 她知道我有在看减重代谢文 她说陈医生 你随便帮我看我变胖的状况 结果我说那你怎么样变胖 她站着 一般变胖那个肚子 是一个油油的 我就觉得她硬硬的 怪怪硬硬的 请她躺上去促诊 那个抠诊 是一个实心的东西 而且窑是有水深的 那我心想有点不太妙 因为她胖在肚子 其实她手脚没有 所以后来我就赶快帮她拍一个 超音波的检查 的确里面都是附水 然后后来发现断层里面 就是整个肚子 密密麻麻都有一点点 然后最后最后的诊断 是软巢癌末期 所以你看 她已经就是很 着重的 因为有家族病时的乳癌 她很注意她的乳房 可是她却忽略掉了这个乳癌 其实有一个共病 女生嘛 这些东西 那甚至胰胖癌 大肠癌跟色护线癌 也都有相关 所以这个东西也就是说 万一你有这个家族病死的时候 后面这方面的检查 也要跟着做 因为她刚刚讲 自己家族这么多癌 第二个你现在已经乳癌 在治疗当中 其他的器官也不能放过 也是要检查 不能忽略 因为你算是高危险的 是 不是吓你 是提醒你 对 柯克哥 他是五十几岁的男生 他其实长期一直有 但他其实高血压吃药 他也没有很正常 他有时候自己去西药房买药 有时候去诊所拿了药之后 那诊所医师说 我们来做进一步的检查之类的 他也都不是很想 想说我血压控制得好就好 结果后来 他这两三年以来 他的血压就越来越高 吃了药也压不下来 但是我猜他也是没有好好在吃药 后来有一天 他就气喘不过来 然后脚就肿起来了 送来我们医院 结果一夜 那时候 那时候血压来到 其实我们那时候看到高血压 然后气球喘不过来 我们其实会想到 会不会是 所以其实那时候 马上也跟他切了一个断层扫描 断层扫描 看一下 那个整个主动脉那边 通通都没有事情 倒是发现 他的肾脏就是无比的巨大 我们正常的肾脏 大概是10公分到12公分 他的肾脏跟一颗大西瓜一样 大概20几公分的肾脏 而且两颗都是这么的巨大的肾脏 而且这两颗肾脏里面 就是把他的肝脏 然后还有胃都推开了 所以变成就是觉得说 我的肚子怎么会这么的脏了 但是其实他那个肾脏 也不是癌症 后来这个是 里面都是充满了满满的水泡 他是多囊肾 对 后来他之前从来没做过健康检查 他也不晓得自己 有这个多囊肾的问题 那其实在台湾的话 多囊肾大概有 90%都是遗传来的 所以其实那时候我就跟他说 你这个已经是末期的肾脏病了 其实我们就是 我们就是尽量治疗 如果真的是撑不住的话 就要准备开始起肾了 但是我说更重要的一点是 你这个是家族遗传性的疾病 所以你一定要把你的兄弟姐妹 子女们这些都找出来 那我就先问 你爸爸妈妈还在吗 他爸爸他记得他小学 好像五六年级的时候 他爸爸有一天就是突然就说 医生就说肾脏不好 然后爸爸送到医院 没多久就走掉了 我就把他的兄弟姐妹 也都找过来做检查 结果他的叔叔 就是他的弟弟跟他的哥哥 全部都有多囊肾 然后接着再把他兄弟那些子女们 也都已经大概二十几岁了 把子女们也都抓过来检查 结果检查里面有一半 也是多囊肾 我记得抓了六个小孩过来检查 有三个也都被遗传到多囊肾了 那所以其实这个多囊肾在台湾 大概如果你有多囊肾的话 你的小朋友被遗传到的机会 是二分之一 那你被遗传到 你在二分之一里面又有一半 会走入末期的伸张酸结 那所以其实就家族里面 如果有多囊肾基因的话 其实都要很规则的去追踪 那像这个个案 我们就做到一个之后 就跟一串种子一样 后面一拉就拉出一大串出来 那其实这一大串拉出来之后 其实后来去检查 有些人已经到中期的肾脏衰竭 有些人是初期的肾脏衰竭 但是其实我们现在多囊肾 已经有很好的药物可以治疗了 就是我们可以延缓 他肾脏衰败的速度 所以其实他如果 这个病人如果早一点发现 也许我们可以把他起身的时间 再往后延一点 就像历史剧一样 所以猪九竹 九竹就那么多 他是旧九竹 把他都这么旧起来 看我们节目真的很有意义 谢谢大家对 好辣医师们的支持 记得订阅 医师好辣YouTube频道 还有按下铃铛 收看最优质的内容哦